同学们今天我来教大家画一张带有浪漫气息的小画 直打湿之后我们用桃红色从上往下按顺序的刷一遍 因为我们笔上的颜料会越来越少 所以它自然会产生一个渐变 这颜色没有干我们用比较浓的一个桃红色呢 在上面随意的画出一些云朵的形状 越往下我们画的越小一些 这样一个有层次的天空就画出来了 天空干了我们就用褶石画出一个海面 同样用浓一点的褶石在上面勾一些海浪的波纹 画干了我们用黑色画出个小岛 画两三根不同方向的线条 在线条顶端写个米字 再用米字上面写满人字 看起来很哇塞的椰子树就画好了 最后画个三角形加截笔 画一艘在海上飘的小船 这张有点小浪漫的小画就画完了 你学会了吗